長頂弧度有一些字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這樣 好像是 看他在這次的季節 這個實際上對大家欣賞也比較好 笑著回應股價問題 新宇上櫃掛牌後 首場股東會登場 由K董張國偉坐鎮主持 股東出席率高達八成 還有不少都是年輕人 剛畢業出社會而已 對 我是還算新鮮人 我自己是 蠻關注新宇的 所以我是他上櫃第一天我就買了 很多人就說 那你們都靠身量 你們高高可以懂 其實我也不想要 他可以懂 其實我後面如果沒有這些合作夥伴 沒有我這些員工的支持 我也不敢在這邊 獎這麼多的庇佛 今年可能應該就可以做到順利平衡 我們也是以這個目標 甚至如果運氣好一點 搞不好還有一些小獲利 張國偉表示 目前首要目標就是擴大營收 還自豪的說 星宇能安然度過疫情海嘯 連播音空拔都佩服 但他也坦言 目前內部教育訓練還有待加強 至於轉上市計劃 正在籌備中 歷經那個三月的超度風波 其實我們有發現 在新規上來講 當然大家都很支持我們 當然也一方面很高興 那一方面我們看到有些股民是有受到傷害 新規來講對股民是保障性比較沒那麼大 至於說什麼時間上市 我們是還在評估當中 當然最快有可能年底 安安一點點也有可能到明年 新與地基營收有虧轉營 年增率高 目前觀察日本航線獲利 飛一般賺一般 但東南亞縣票價較疲弱 因此需要搭配美國航線的部件 這挺過疫情的航空奇葩 繼續衝 三連璇孫磚 李孟山 台北報導